新就任什要署长的交接典礼就在国家研究生计员区举行 不过看看记者跟大楼门口的距离就知道 前什要署长吴秀梅的卸任典礼竟然把媒体拒之门外 官员交接典礼罕见不开放媒体拍摄 但是对比吴秀梅在2017年上任时却大方接受媒体采访 任期最久的什要署长吴秀梅担任署长时间长达七年 外全因理念不合遭到撤换 卫福部的派系的政策只需乌有 当然是一种人生规划 因为我们吴秀梅署长他过去七年来 他从销售借调到这边 贡献他的专业 每天都非常用心来解决我们很多食安药案方面的问题 我们个人真的非常敬佩 当然有一些观念不尽相同 那都是要沟通 这不能算是斗争 那大家沟通过后那就是继续往前走 没有所谓这样子 因为以前的这样的心结而被拔关 吴秀梅在任期间曾发生夺起重大食安药物事件 从开放美竹进口疫苗快筛美食卖场独美果苏丹鸿汉保龄案 重大风波接日连三爆发 戒掉期间还剩半年却提前走人 一届传出可能跟书录缺货有关 秀梅在食药署里面辛苦的工作了将近八年嘛 应该有差不多八年的时间 我想是尽忠职守啦 他离开我想也是心安理得 常在联络 他今天早上也跟我在吃心 七任食药署长庄生宏 曾是中国医药大学药学院院长 拥有药学背景出身 专业领域 新药开发 精治疗等等 七月一号走马上任 眼前的挑战还不少 明星文里怪红果凯太报道